我自杀了 在和家团圆的除夕夜 但我没想到 一直对我不上心的前妻 会在我死了之后 发了疯的报复那些对我不好的人 还要为我殉情 可我活着的时候 他明明不爱我 此刻已经变成鬼魂状态的我 站在自己的尸体旁边 勾魂的白无常站在我面前 拿着那本命部翻翻找找 你叫什么名字 顾无言 我报了自己的名字 期待白无常把我勾走 好让我转世投胎一户好人家 但白无常的视线在命部上停留了许久 最后对我说 你自杀干什么 我看了一眼泡在浴缸里 毫无血色的自己 不想活了就自杀了呗 白无常被我的话 气得胡子都歪了 他拍了拍手上的命部道 你知不知道 阳寿未尽自杀 就跟在你们阳间报夹警一样 这是不道德的 听白无常说了这么多 我醋美 怎么想死还这么多规矩啊 白无常说 人生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需要你去经历 乖 听话 滚回你的身体里去 我想起自己那对 吸血鬼一般的刻薄父母 想起自己那个 挥霍无度的哥哥和妹妹 不管白无常怎么劝说 我都不肯回到我的身体里 于是白无常对我说 阳寿未尽自杀的人 投胎手续很难办理的这样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你以鬼魂的姿态留在人间 要是这一个月里 你还是没有发现 能让你活下去的事情 那我就帮你办理投胎的手续 我一寻思 答应了白无常的条件 好不容易当刺客 留在人间完完也不错 成为鬼魂的第一天 我坐在飘窗上 看了一夜的万家通 放在浴缸旁边的手机 只有群发的祝福 手机里上百个联系人 每一个人会在除夕夜联系 在春晚接近尾声的时候 我那个跟板砖一样的手机 终于想了 我飘过去一看 是我那个倒霉前妻发来的 他发了一张相片 一个纸箱里装着几件衣服 和生活用品 他说 你的破烂 给你一天时间 把他给拉走 别脏了我的房子 我的前妻叫柳如烟 人如其名 是个冷酷且无情的腹黑总裁 小小年纪继承家业 短短几年之内 让业绩翻了好几倍 外界都把他称为商业奇才 外貌方面更不用说 他刚继承公司的时候 其他人都不看好 还嘲讽让他靠着那张脸 去娱乐圈混饭吃 但完美的人都是有缺点 他的缺点就是 他不爱我 他有中学时期暗恋的白月光 而我只是他妈妈 在我们小时候订的娃娃亲 我家早年富足 在我高三的时候 很不幸的 我家破产了 我上有一个养敦处优的哥哥 下有一个被父母宠坏的妹妹 还有一对阴险刻薄的父母 我高三的时候 家里破产 可我在国外念书的哥哥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我被爸妈念到家里生意不好做 你要懂事 我努力赚奖学金 完成学业之余 还要去勤工俭学 生怕给家里添麻烦 可转头 我爸妈就把我那个 不成绩的妹妹送到国外留学了 一年二三十万的费用 他们眼睛都不带眨一下 我在肯德基打工 赚实薪十几块钱的时候 我的妹妹在邮轮上参加派对 我在炎热的天气里 穿着厚重的网偶服 派送传单的时候 我的哥哥在国外的雪山上滑雪 似乎我家破产 受到影响的只有我 在我大四的时候 我爸妈攀上了柳如烟这个高枝 柳如烟的妈妈怀孕的时候 出了车祸 是我爸妈发现 把她带到了医院 才让她和肚子里的柳如烟活了下来 柳如烟的母亲看到我妈也怀着孕 再加上看到爸妈的相貌都不错 就说要给肚子里的孩子订娃娃亲 本来以为这就是玩笑话 可我大四的时候 柳如烟的妈妈突然病入肛肓 临死之前想起自己年轻时 订的这么一个娃娃亲 于是就找到了我家 这对于破产的我家来说 无异于是中彩票一般惊喜 按理说 这个娃娃亲 订的是我哥哥 但是那个时候 我哥哥在国外有了稳定交往的对象 那个时候柳如烟刚接手公司 外界都说他是个绣花者 我哥哥怎么说也不愿意上门 于是 我这个天选倒霉蛋就被推上去 我的结婚证比毕业证先下来 在毕业统计学分的时候 结婚证还给我加了两个学分 我苦笑 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柳如烟不喜欢我 这是我一早就知道的 领结婚证的时候 柳如烟的妈妈牵着我的手 在民政局门口等了柳如烟半个小时 她来到之后 只是扫了我一眼 然后对自己的妈妈抱 临时有事 来得迟了些 之后她就没有再看我一眼 所以我一开始就知道 她不爱我 我坐在阳台上 吹着冷风 看着外面的万家灯火 自杀之后带来的失落 慢慢吸卷全身 我觉得我应该放一首 网易云治愈歌曲 抒发一下情感 但是很可惜 我已经没办法动我的手机了 正当我想着该去什么地方 溜达一下的时候 我放在浴室的手机 没完没了地想了起来 我飘过去一看 是柳如烟那个倒霉玩意把来的 我跟她前天才领了结婚证 她说还有些分配的财产没散清楚 让我先别拉黑 我知道她的性格 做事情从来不拖泥带水 我只当她是想跟我彻底断干净 以后不再有任何联系 但她现在给我打了这么多电话 是因为什么 我不理解 她打完号码 又打微信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我听着心烦 想着我能不能把手机给撞到浴缸里 但我刚成为鬼 还虚得很 没法触碰尸体 我就看着手机没完没了地想 半个多小时之后 手机终于安静下来了 我爸妈的电话消息 是在第二天清晨发来的 我妈说 不是我们心狠不让你回家过年 只要你去求柳如烟跟你复婚 我们就同意你回家过节 我跟柳如烟闹离婚的时候 第一个反对的就是我的父母 因为我跟柳如烟还是夫妻的时候 哪怕柳如烟不喜欢我 这棵大树就留不住 所以在离婚冷静期的时候 我爸妈就无数次冲到我部的公寓 劝说我别离婚 看我不动摇 我爸还甩了我一巴掌 骂我不是好歹 离过婚的男人还是上门女婿 以后怎么娶老婆 我前天还是固执地跟柳如烟领了离婚证 跟五年前领结婚证一样 柳如烟让我一个人在明镇局等了他几个小时 他才姗姗来迟 来了之后连句话也不说 签完了又坐上他那辆价格不菲的豪车 绝尘而去 不带一丝感情 车子碾压路上的积水 献了我一身 我撇撇嘴 强压眼角腰溢出来的泪 我想着快过年了 拿了离婚证之后 就去买了些年货回家 却不想被他们拒之门外 我爸妈把我赶了出来 我妈看我的眼神 可以用刻薄来形容 她说 你还有脸回来 你明知道我们家只能靠着柳氏生意才能做下去 你现在跟他离婚 你这不是要把我逼死吗 我低头看着散落一地的年货 多年的委屈涌上心头 我满脸泪水 看着我的亲生父母 那我呢 我做的还不够吗 我不管他们的谩骂 转身离去 在那一刻 我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 我突然想知道 他们如果发现我去世 会不会后悔当初对我做的那些事 大年初一 家家户户都喜庆得很 我家也很喜庆 我坐在浴室的洗漱台上 看着泡在浴缸里的我 整个浴室都被称得红通通的 除了有些恐怖之外 颜色还是挺喜庆的 早上七八点 家家户户都开始活动了 邻居家正在坐饺子 坐现的声音听着就很忙碌 楼下似乎在坐荷花鱼 香味顺着管道飘上来 我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这才想起来自己自杀之前 整整两天没吃东西了 灌了自己一瓶红酒之后 就躺浴缸里了 现在闻着这些香味 我开始后悔自己自杀之前没吃饱了 大过年死了就算了 还成了饿死鬼 我正想着是飘去邻居家看他包饺子 还是去楼下看荷花鱼的时候 我的门被人敲响了 这个时候 谁会来我家呢 我脑子开始搜索我的社交圈 大学毕业之后 我成了全职丈夫 基本上跟之前的朋友断了联系 富豪圈我也融不进去 所以我的朋友几乎没有 难道是快递 我一边脑子搜索着自己 最近是不是买了快递还没签售 一边朝门口飘去 我透过猫烟往外看 等看清楚外面的人之后 我愣住了 为什么柳如烟会出现在我家门口 我透过猫烟往外看 只看见柳如烟那张冰冷的脸上 充斥着浓烈的不耐烦 他暴躁地敲门 又反复去按门铃 顾无言 你别以为这样就能活得我的观众 这一招对我没用 柳如烟的声音隔着门传了进来 我很害怕柳如烟的负情绪 不管前一刻我的情绪有多雀跃 只要他一出现 一蹴眉 我就会感觉天要塌下来了 因为在跟柳如烟结婚之前 我爸妈就对我千叮零万嘱咐 要我千万别惹柳如烟生气 因为我们家的生意能不能东山再起 就看柳如烟能不能看在那本结婚证的份上 接近一下我们家了 在结婚的前一晚 我妈妈一边给我准备东西一边嘱咐到 你过去之后 要学着讨好柳如烟和她的家里人 毕竟你哥哥跟你妹妹上学还需要花钱 你应该也要为他们着想 我低着头看着脚上的婚信 撇了撇嘴 没说话 如果不是因为结婚 我今天本来应该要去打工的 一天八十块的兼职费 也正是因为这样 在结婚之后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只要我察觉到柳如烟的情绪不对 我现在自杀了 看到柳如烟情绪如此不悦地出现在我家门口 我还是会下意识觉得 自己做错了 应该去跟她道歉 可现在的我 已经没办法回应她的负面情绪了 敲门得不到回应 柳如烟更加暴跳如雷 她又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我放在浴室的手机响起了我长弄的铃声 我这个房子 是柳如烟的妈妈在结婚前 送给我的结婚礼物 她是个好人 她对我说 虽然是我要求你做上门女婿的 但我也担心你在婚姻里受了委屈 所以我想给你一处必复 这是一个公寓 不大 八十平的两房一厅 手机放在主卧的浴室 我站在门口还是能听得到铃声 柳如烟也听到了 她一掌拍在门上 好样的孤雾烟 你最好躲一辈子 别再让我看见 你的东西我丢在门口 以后也别去我家里找了 她挂断了电话 贴了脚底下什么东西一脚 然后就愤然转身离开了 我躲在门口 大气都不敢出 大家都说害怕鬼 但我现在变成了鬼 却害怕门外的柳如烟 我特么真是个垃圾 我瞟到窗外 看着柳如烟的车子开走 才敢飘到门外 柳如烟把我留在她家里 忘记收拾带走的几件衣服 和生活用亭给送来 东西不多 放在一个纸箱里就能装得完 柳如烟甚至都没帮我收拾一下 胡乱塞进了那个纸箱里 我蹲下来看了看 觉得自己的破烂被扔在门口 被街坊邻里看见多少会有些丢人 我试着伸手去抬那箱东西 但我的手直接穿了过去 柳如烟个挨千刀的 我今天晚上决定去站她床头吓唬她 我死的第24个小时 我站在了柳如烟的床头 我在我那个小区 遇到了之前跳楼去世的一个鬼姐姐 她告诉我 我刚死 没办法像那些资历叫深的鬼一样 去碰倒水杯 弄出声响吓唬人类 我现在能做的 就只能趁着她睡着之后 阳气弱的时候 通过托梦之类的方式吓唬她 凌晨一点 我趴在柳如烟的床头 但床上却没人 因为柳如烟还在书房里工作 我打了个哈欠 暗暗感叹 想要人钱显贵 就要人后受罪啊 总裁这个职业 果然不是谁都能当的 我伸了伸懒腰 飘到柳如烟的书房 却发现她并没有在工作 而是坐在书桌前 似乎在沉思什么 柳如烟的性格博凉 房子的色调都是黑白昏 书房也不例外 她只开了书桌的夜灯 精致的五官一半 引在黑暗 一半被冷色调的灯光照亮 更趁得她会莫如深 她低沉着梦 面前的电脑亮着 看神情 总觉得她身上 有一种浓烈的幽露 我从她身后飘过 无意中扫了一眼 她的电脑屏幕 发现她根本不是在工作 电脑页面上 是她跟马走日的 微信聊天页面 马走日说 初八我回谱 柳如烟简短的回谱 几点的航班 到时候我去接你 马走日报了自己的航班号 又说了时间 柳如烟说 好 柳如烟一直都是这样 对于马走日的要求 从来都是尽心尽力去完成 我站在柳如烟身后 看着这简短的对话 心脏被人握紧 又松开的窒息感 比我第一次知道 马走日的存在的时候 减轻了不少 马走日是柳如烟的初恋 是她遗憾错过的白月光 这是我跟柳如烟结婚的 半年之处知道的 我大肆下学期 跟柳如烟结了婚 虽然傍上了柳如烟这棵大树 但从小受到的偏心待遇 让我觉得 所有的一切 还是靠自己去打拼 比较有安全感 所以我拒绝了柳如烟妈妈 让我在家里当全职丈夫 陪她逛街购物散步的要求 自己去了一家公司实习 实习的生活并不好受 因为我有个屈烟腹势的领导 同组的实习生理 有个富二代 所以就变成了我一个人 要完成两个人的工作 荣誉却要被那个富二代 分走一大半 柳如烟很优秀 相貌能力都很出众 我没谈过恋爱 跟她结婚之后 有了夫妻之时 不可避免地对她动了心 所以实习之后受到的委屈 在看到柳如烟的时候都会消散 那个时候我想着 我都有这么优秀的老婆了 我还有什么可能过的呢 那天从公司加班到深夜 我回到家里 柳如烟已经在浴室洗澡了 她经常在外出差 难得才回来一次 每次回来对我也是礼貌又疏离 可她回来 我还是开心 我忐忑地坐在床上 等她洗完澡出来 我等的时候 她随手丢在床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浴室的水声还在响 我走到门口叫了她一声 想提醒她手机响了 她却没有回应我 我拿起手机 发现是一个国外的号码 柳如烟的业务广泛 她带我参加聚会的时候 也带我认识了很多外国的生意伙伴 我以为 这个号码也是她的生意伙伴 我自认为 我作为她的正牌丈夫 有权帮她接听这个电话 可当我接听电话之后 另外一边却传来了一个男人 喝醉酒之后低沉的气泡声音 我愣了一下 无疑反问 请问你是 可谁知道那个男人 反应却比我还大 你是谁 为什么会拿着如烟的手机 她叫她如烟 这是我结婚半年 在动情十分都不敢喊出的名字 她却叫得那么自然 我缓了缓情绪 回复道 您好 我是柳如烟的丈夫 请问您找她有什么事吗 那边的男生 似乎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正当我还打算说什么的时候 浴室的水声停了 柳如烟只围了一条浴巾就冲了出来 从我手里夺过了手机 我记得她当时冰冷的眼神 看我就像是看一个陌生人 为什么要动我的手机 男人的第六感 柳如烟的眼神让我察觉出 那个男人跟他的关系不一般 那天晚上 柳如烟没有在家里留宿 没有给我任何解释 接了个电话之后 就开着车出去了 后来 我在柳如烟妈妈的口中得知 那个男人叫马走日 是柳如烟年少暗恋的白月光 马走日是财貌双全的高富帅 是柳如烟晦涩阴暗的青春期里 一道无法被遗忘的光 却因为柳如烟年少不得知 遗憾错过在马走日出国留学之后 柳如烟慢慢跟着父亲学习商业知识 成了现在的商业奇才 马走日已经换了好几个女朋友 柳如烟却一直孤身一人 他们圈子里的人都说 哪怕柳如烟结婚了 只要马走日一个电话 柳如烟都会抛下新郎去找马走日 很不幸 我是他们浪漫故事里 那个被用来证明女主情深的炮灰新郎 因为我接了马走日的电话 柳如烟生气了 她对我的惩罚是 前往国外开拓新的商业版 将近一年的时间 她都没有回来见过我 柳如烟是天之娇女 哪怕是被父母安排的婚姻 我还是不可避免地爱上她 但这一年的不闻不问 也让我明白 我跟柳如烟之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 这条鸿沟里有许多的因素 有家事 见识 眼界 但影响最大的那个 是马走日 明知道她是因为马走日才刻意输原我 但我爸妈吸血不动 用家里生意为借口 一直催促我去跟柳如烟开口要钱 我妈说 我知道你现在是柳如烟的丈夫 荣华富贵都有了 可那毕竟是娘家 只有夫家有实力 你才能有底气啊 万一你跟她吵架 你也有个地方可以回来 在不见面的这段时间里 我给柳如烟发过无数条微信 分享日常琐事 对她虚寒问暖 她心情好的话 偶尔会回上简短的一两句 但更多的是石沉大海 但因为父母的要求 我只能厚着脸皮给柳如烟打个电话 我生怕打扰她休息 算好了时差 是她中午休息的时间 但在我这边 是半夜 可当我小心翼翼提出我的邀请之后 那边的柳如烟却只是冷笑一声 然后用嘲讽的语气了 顾无言 是不是只要谁给你钱 你都能倒插门 我听到她的话 如坠冰枯 我看着坐在书房里 对着马走日聊天夜面 落寞伤神的柳如烟 心里五味杂陈 但要吓唬她的决心 却变得更加坚定了 我先是凑到她耳朵边 鼓足腮帮子朝她耳边吹气 我看聊斋之意里面的女鬼 都是这样吓唬 睡在破庙里的穷书上的 事实证明 我的方法也的确有效 原本呆滞的柳如烟猛地转头 跟正在朝她吹气的 我猝不及防的四目相对 我的心咯噔了一下 莫名的心虚 柳如烟环顾四周 发现没什么异常之后 就抬手把电脑的聊天夜面给关了 她很疲惫地靠在椅子上 伸手捏了捏自己的鼻梁 之后长长地叹了一声气 我有些不解 白月光不是快回来了吗 搞得那么悲伤干什么 难不成是觉得 跟我五年婚姻 自己不干净 配不上马走日了 我越想越憋屈 紧握拳头拍了一下 她身后的书架 我只是生气之后 下意识的动作 却没想到真的碰掉了 书架上的一本书 那本书是硬壳封面 夜数又多又厚 掉在地上发出的巨大声响 把我跟柳如烟都吓了一条 我被吓到是因为 我居然能碰得到食物了 柳如烟被吓到是因为 书本为什么会无缘无故掉下来 闹鬼了 我跟柳如烟同时朝地上看去 夹在书本里的相片散落出来 我仔细一看 上面居然是我的相片 其中还夹着一两张 跟柳如烟的合照 我这才想起来 柳如烟的妈妈去世之前 拉着我跟柳如烟去海边旅游 在她的撮合下 柳如烟不情不愿地 跟我拍了几张合照 柳如烟的妈妈 把相片写出来 给了我跟柳如烟一人一份 她的本意是 让柳如烟用相框装起来 然后带去公司办公室放在 我的那一份 我是全都用相框装起来 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但我没想到 柳如烟居然把这些相片 藏得这么深 狗东西 难道看到这些相片 让你这么隔音吗 柳如烟弯腰去捡那些相片的时候 我没忍住 手又是一挥 这一次 桌子上的水杯被我扫落在地 我留下一脸错愕的柳如烟 从窗户飘了出来 回了自己家 看我相片你觉得会气 那我就让你看更会气的东西 我失眠了 鬼熬夜不会猝死 所以我就趴在沙发上 任由负情绪泛滥 果然 成了鬼也躲不过半夜阴谋的命运 我死之后的第35个小时 我哥哥给我发来的信息 我实在太无聊 他在床上想着今天该去做些什么 放在浴室的手机就响了 我迅速飘了过去 想着谁找我呢 结果一进去 就被自己的尸体给吓了一跳 毫无血色地泡在鲜红的浴缸水之中 我自己都觉得有些阴森可怕 以我突然有些后悔 自己用了这个死法 手机页面上 是哥哥发来的微信 他说 今天柳如烟一大早就带着年货来家里了 还问你有没有回家 顾无言 我是你的哥哥 我不会害你的 跟柳如烟复婚 对你 对我们家才是最有利的 你别任性了 五分钟之后 他又发了一条 柳如烟是什么身份 他都能在离婚之后拿着年货来看我们 顾无言 有了台阶就要尽快下 我哥哥比我大三岁 小时候 我对他一度很崇拜 我觉得他优秀 成绩好 在学校有文艺活动的时候 总是能成为最亮眼的那个存在 小时候我只觉得哥哥很优秀 在长大些我开始意识到 为什么爸妈给哥哥报了那么多昂贵的才艺课 我却只能报最省市的书法和国画课 并且在家里的生意开始校花的时候 最先停掉的却是我最便宜的书法和国画 父母的偏心让我对哥哥的崇拜开始减少 而哥哥似乎也很享受父母的偏心 理所应当地把我当成一个小跟班 在我帮他送情书给高中校花之后 被喜欢校花的小混混带人躲在巷子 他路过也只是扫了一眼 就独自离开了 我带着商回到家时 他让我跟爸妈说 别把他给校花送情书的事情说出去 他跟我同一个大学 但我上那所大学的时候 他已经出国留学了 他是优秀毕业生 学校校庆的时候 他作为优秀校友被邀请回来严谨 隔着人群 他看到了我 却没有跟我相认 回到家之后 他用略带嫌弃的语气对我说 顾无言 你能不能好好打扮一下自己 要是被那些人知道我的弟弟这么穷乏 我的脸都要被你丢完吗 我在心里苦笑 我为什么一副穷酸样 他们难道不清楚吗 我会自杀 他也有一份功劳 在小区里跳楼自杀 导致灵魂一直被困出不去的那个女鬼姐姐告诉我 如果没人祭拜的话 以后只能像他一样捡垃圾吃 我想了一下自己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 觉得自己应该早一步去跟女鬼姐姐混 不然吃垃圾都吃不上热乎的 柳如烟那种冷血无情的人 要是知道我在离婚之后就自杀了 影响到他的生育 他估计会把我的骨灰给扬了 我跟女鬼姐姐坐在楼顶 听他讲这几年小区里遇到的八卦 他说做鬼也有好处 吃瓜可以站最前排 小区里有人抓奸 他就坐在衣柜上面看 正说得起劲 我却突然察觉到有人出现在我家门口 我迅速冲了下去 又看见柳如烟那张冰山一般的死人脸 他站在门口敲门 见没有回应之后 又给物业打了电话 说自己是业主 需要开锁 物业查了资料告诉他 这栋房子是属于另外一个业主 他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柳如烟的妈妈送给我这套房子的时候 跟我说这算是婚前财产 跟柳如烟没有半顶关系 我那个时候以为他只是一世红我 没想到他真的比我父母还为我着想 我突然就想念这个三年前就去世的美丽女 柳如烟说 我跟他是夫妻 是一家人 物业说 那请女士明去问您丈夫要要手 我们实在爱莫能够 柳如烟气得直骂娘 但总裁毕竟是总裁 这个世界上他办不到的事情比我们普通人少 他直接叫来了开锁公司撬门 物业在一旁焦急的阻碍 柳如烟掏出了自己的云天 有事找我 物业看了一眼安静了 因为柳氏集团 可以把这整个楼盘都买下来 柳如烟撬开了锁 门一打开 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浴室里还传来了滴答滴答的声音 柳如烟跟物业对视一眼 都预感不妙 他们冲了进来 打开了浴室的门 在物业的一声尖叫里 我自杀的事情瞒不住了 我预想过自己自杀会怎么被发现这件事 最惨的就是我尸体腐烂发臭 引来邻居透诉 物业敲开门 发现我已经腐烂得不成人样的尸体 自杀的第二天就被发现 对我来说算是个惊喜 至少我现在的尸体 除了有点难看之外 没什么太难看的地方 但我预想不到的 是柳如烟的反应 他先是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 呆愣了许久 连物业打电话报警都没反应 之后就红了眼眶 亮呛着桂岛在浴缸旁边 伸出手颤颤巍巍的去探我的鼻息 又去抹我隔腕弄得十分可控的伤口 他红着眼眶 却说不出话 似乎很痛苦的样子 我坐在旁边的洗漱台上 想着不愧是总裁啊 这演技进娱乐圈 哪个影帝都没问题 警察来到之后 封锁现场 又派的人来安抚情绪失控的柳如烟 采集了所谓的证据之后 他们把我的尸体抬走了 在警察局里 警察把柳如烟和我的家里人 都带过来做笔幕 柳如烟整个人都很阴沉 却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配合警察做完了笔幕 警察问 死者是你什么人 柳如烟说 丈夫 他顿了顿 又补充到 我跟他四天前当领了离婚证 警察说 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婚 柳如烟垂眸 不知道在想什么 好半晌之后 才重新开口 他说没感情了 我听完 笑了 好一个我说没感情了 没感情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吗 我回想起我提离婚的那一天 他也是坐在书房里加班 我打着哈欠进了书房 他低头工作没搭理我 我说 我们离婚吧 柳如烟签字的手一顿 抬头看我 表情灰暗不明 他盯着我看了好半晌之后 这次又需要多少钱 这句话 伤害性和侮辱性都很深 在他眼里 我就是一个为了钱而跟他结婚的男人 我离婚的心很坚决 直接到 因为没感情了 就想离婚了 我觉得我说的已经很明白了 但是柳如烟死活不同 他的理由是 你说离婚就离婚 到时候又求着我不婚 我很忙 没有这么多时间 陪你玩这些无聊的游戏 我却直接把离婚协议书 拍在他面前 30天的离婚冷静期 熬着熬着就过去了 跟柳如烟提出离婚之后 我就搬到了这个小公寓 在离婚冷静期一开始的时候 柳如烟满身酒气的来掌握我 我本来不想开门让他进来 但他喝醉酒之后 胡言乱语的拍门 邻居都看不下去 我就只能让他进了屋 一个成年的醉酒女人 跟手无腹肌之力的我 自然就会发生一些 不可描述的事情 他动情地喊着我的名字 强行占有我的时候 我绝望地看着天花板 心想 他应该是把我认成马走热板 柳如烟妈妈离世三个月 我继续在某家公司 坐着我的小职员 那天柳如烟突然出现在我们公司 我心里一咯噔 还以为出了什么事 问了身边的同事才知道 公司跟柳氏友合作 柳如烟现在是公司的金主妈妈 我这几年勤勤恳恳工作 能力也不差 所以老总跟柳如烟 去郊区看度假山庄项目的时候 我也被叫去了 公司除了我 还有其他四五个人 要在度假山庄里度过一个晚上 柳如烟出现在公司 看见我 她也只是冷冷地扫了一眼 那天晚上同事都去泡温泉了 我一个人在山庄里溜达 顺便看一下哪里的设施还没完善 就在一个拐角 遇到了正在打电话的柳如烟 柳如烟也发现了我 想装作没看见 然后扭头离开这个方法 是行不通吗 柳如烟瞟了我一眼 挂断了电话 然后从我身边走过 擦肩而过的时候 留下来一句 以后在公司 就装作不认识吧 给她能耐的 两天一夜的出差结束 老总跟她的助理先一步回去 只留下我跟另外一个女同事 那天夜里下起了大雨 原本要跟我一起回去的女同事说 自己男朋友老家就在附近 正好跟男朋友回去见一下父母 于是就跟男朋友走了 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山庄里叫车 这块地方比较偏 加上又下雨 很难打得到车 柳如烟跟她的助理从我身边露目 助理认出了我 过来跟我打了声招 柳如烟此刻要回市区 要是我开口 也许能搭车回去 但想到柳如烟嘲讽的表情 我还是决定保留自己的尊严 我不想自己太过难堪 就说 我跟同事一起回去 他现在还在收拾东西呢 柳如烟闻言 冷冷的目光扫过我的脸 我心虚的低头 没敢跟他对视 等柳如烟走了之后 我继续苦兮兮的等车 好不容易打到车了 司机却说 山庄面前那条路 因为事工 道路明明他进过来 让我自己走一段路 那段路并不长 但是个下坡路 我穿着职业装 在往下走的时候摔了一脚 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脚上里传来剧烈的疼痛感 我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只是看着血水顺着雨水流了出来 等山庄的工作人员 帮我叫来救护车 到了医院我才知道 我受伤了 我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给柳如烟打了电话 却被人挂断了 第二天柳如烟的助理来到医院找我 我才知道 柳如烟前一天晚上 是去参加了马走日的生日 并且喝得烂醉 现在还没醒来 醒来之后的柳如烟 知道我受伤的消息 也只是来医院看了我一眼 之后便借口去工作 离开了 他唯一做的事情 就是在之后 不让我再去工作 给了我一张黑卡 让我在家当全职丈夫 还给我配了一个司机 是啊 断掉了一只脚 也只是换来他经济方面的迷你 所以我不明白 为什么现在的柳如烟 会表现得这么难 法医的试检报告出来 我被鉴定为自杀 柳如烟直接瘫软在地 不顾周围人来人往 失声痛哭起来 这不是他的死吧了 我的父母和哥哥也赶了过来 全都露出一副 痛不欲生的模样 我的妈妈拉着警察的手 痛哭道 怎么会 我的儿子怎么会自杀 一定是因为别的原因 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看着他们伤心欲绝的样子 忍不住感叹 真会装啊 旁边出车祸死掉的大叔鬼 却被感动到 还断了我一眼 小伙子怎么说话了 人家死了 儿子已经够难过 我敲起二郎筒 道 因为死的人是我呀 我自杀前一天 他们还把我赶出家门 不让我回家过年了 大叔一时雨色 柳如烟看起来真的很痛苦 让人看了就觉得 他是一个失去 深爱丈夫的深情妻 甚至 他还要求到停时间陪我 法医有些为民 不要说法医了 我都觉得柳如烟玩得变态 但柳是有钱 分分钟可以让故事破产的那种 所以法医还是让他进去了 我的尸体已经被冻住了 相对于泡在浴缸里的样子 稍微体面了一些 柳如烟跪在放着尸体的台子旁边 伸手抚摸我的脸庞 为什么你宁愿死 也不愿意留在我身边呢 我觉得好笑 当初是他一遍一遍把我推开的 柳如烟在停尸房 陪我的尸体睡了一夜 他趴在台子上 手一直握着我的手 我看着十分隔音 心想这法医怎么回事 怎么就被超能力诱惑 让他进来了呢 我飘出去准备找法医的麻烦 却听到法医站在门口 一脸惋惜 好一对恩爱的夫妻啊 就这样天人永隔了 我天 谁能为我发声 柳如烟睡着之后 我托梦去吓唬他 在梦里 是家里的场景 我在书房里 柳如烟一开门进来 就看见穿着一系白衣的我站在窗边 我先是一脸温柔地看着他笑 你回来了 柳如烟愣愣在门口 瞳孔微颤 我很满意 觉得他被我吓到了 毕竟刚死去的前夫 突然出现在梦里 任谁都会觉得发怵 我又走到书桌前 继续温柔 我给你倒热牛奶 你喝了再工作吧 柳如烟往前走了一步 一脸不可知心地望着我 我很是得意 心想小子 你被吓尿了吧 我走到柳如烟面前 伸手替他整理衣服 你工作那么累 回到家应该好好休息 不然累坏了 我会心疼的 我比他高了整整一个脑袋 替他整理衣服的时候 他是看不到我的脸的 我见时机成熟 直接做出鬼脸 张牙舞爪地抬头吓唬他 可柳如烟却没有被吓到 反而直接一把把我抱在了怀里 他紧紧地抱住我 似乎要把我揉进他的血肉之中 他把脸埋在我的脖梗处 男男道 柳如烟 你不要离开好不好 我满脸的黑人问号 这特么是什么故事走下 柳如烟在停尸房睡了一夜 我本想吓唬他 却被他给吓到了 女人心 海底针 明明我活着的时候 对我避之不及 怎么我死了反倒开始生情了 第二天柳如烟胡扯拉叉 眼睛里布满血丝 助理看到他这样都不忍心 自己跑上跑下去处理我的事 柳如烟回到了我自杀的公寓里 躺在我的床上 我在一旁看着很难受 因为他没脱袜子就上床了 柳如烟并没有睡着 在我床上躺了半个多小时之后 就开始查看我房子的各个角落 我没写一书 因为我觉得 一书是留给自己牵挂的那个人看的 我哪里有什么牵挂的人 但是我有写日记的习惯 柳如烟把我的日记找了出来 那一瞬间 我明白了 彼死更可怕的事情 是射死 我并不是每天都写日记 只是一段时间写一篇总结 所以这一本日记 算是记录了我十七八岁到现在的所有人生 我很后悔 自杀的时候没把这本日记给吃了 我崩溃无脸 哀求旁边跳楼自杀 且到很狠身的女鬼姐姐替我阻止柳如烟 但女鬼姐姐却把手一摆 表示 姐姐也无能为力啊 我很崩溃 她又说 我也想看 毕竟我跟你说了那么多八卦 我看着女鬼姐姐坐在柳如烟身边 跟柳如烟看我的日记 我缩在墙角 一脸哀怨地盘算着 如果我把他们两个都灭口 我会不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女鬼姐姐看完一篇抬头看我 天啊 原来你父母对你那么不好呀 我大概知道他们看到了什么 说是日记 但那更像是我的自杀计划书 里面提到的事情 每一件都是造成我自杀的原因 为什么哥哥和妹妹都能去流血 为什么家里破产 减少的却只有我的生活 为什么做错事挨骂的会是我 十八岁生日当天 我做的一件事 就是去验了DNA 我确实是我爸妈的孩子 但为什么 他们要那么对我 十九岁的夏天 我在家洗完澡之后 我穿着短裤出来拿西瓜 却碰上了哥哥的女朋友 哥哥的女朋友对我起了色心 把我拖进了房间里 好在邻居听到声音冲了进来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当我的家人回来之后 我受到了 却是哥哥的一巴掌和父母的谩骂 他们跟那个女人站在同一战争 说我穿的少 故意勾引别人 明明我是受害者 在他们口中 我却成了始作俑者 柳如烟看完 眉头紧锁 又翻看了几页 旁边的女鬼姐姐又等你 原来你跟她是先婚后爱啊 这个剧情我之前看小说经常能看到 女主一般都追夫火葬场 然后男主原谅女主 最后开开心心在一起 我嘴角抽搐 没有爱好吗 日记里 我说 因为家里生意出了问题 跟柳如烟结婚 可以解决 因为哥哥有了女朋友 所以只能我来结这个婚 我上门给柳如烟 对于家里人来说 就是傍上了一棵大树 我需要用我的尊严 去换取金钱 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可悲 因为我结婚的对象柳如烟 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如果不是因为家里的这层关系 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认识 这样的天之娇女吧 我很努力做好一个丈夫 她一开始不喜欢我 我不在意 她也是被迫结婚 要接受我 应该需要一段时间 我以为只是时间问题 等慢慢相处下来 我却发现 我跟她之间有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 因为她太优秀 因为我不够优秀 因为她喜欢的人是马走日 他们年少相识 马走日又那么优秀 如果不是我横插一脚 柳如烟这样优秀的人 就应该跟马走日 这样的天之娇子在一起 因为原生家庭 我一度很自卑 自卑到我发现 我的合法妻子柳如烟 喜欢马走日 并且多次跟她联系之后 我连一句质问都问不出口 我觉得柳如烟不喜欢我 是因为我不够好 我觉得家里人不待见我 也是我不够优秀 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根深蒂固 我认为我遇到的所有不幸 都是我自己的原因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不幸的人用一生来治愈童年 我是那个不幸的人 警察在找我自杀的原因 但其实 原因都在我遇到的那一件件小事 根深蒂固 错综复杂 把我的一生都占满了 柳如烟长达五年的冷漠 我父母对我无休止地压榨 还有在我替离婚之前 马走日给我发来的那封邮件 那个从小及万千宠爱 在一身的高富帅马走 邮件的语气都是趾高气氧的 他说 我要回国了 如烟的心在谁那里 你应该是知道的 如果不想被扫地出门 我劝你自己离婚 不要成为我跟如烟之间的绊脚石 如果你觉得离婚之后 也很明确 我回他 别人不都是给五百万吗 怎么到你这里就降价了 你这样扰乱市场秩序不太好吧 马走日咬牙切齿 果然你就如同如烟所说的那样 眼里只有钱 他骂归骂 还是把钱给我打来了 我收了钱 跟柳如烟提出了离婚 真不是我贪财 是因为我之前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 都没有让柳如烟对我共心 现在他的白月光 马走日要回来了 我怎么可能会是他的对手 我不想被扫地出门 所以我见好就收 我本来想着拿到这些钱之后 开启新的生活 但离了婚 在大年三十被父母赶出家门 一个人孤零零在冷清的房子里喝闷酒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负面情绪全面爆发 觉得一直绷着的闲断了 连个支撑下去的念想都没有 于是我搁忘了 这一切的一切 我都写在了日记里 柳如烟看完 瘫坐在地上 他流着泪 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我的名字 顾无言 你怎么会这么傻呀 我只是不想你被同事非议 才让你装作不认识 你说你会跟同事回去 我才没有带你走 我的确是去参加了 马走日的生日 可目的是他生日会上的生意伙伴 喝醉酒也是因为谈合作 你受伤之后我也很内疚 可当时项目正在收尾 我实在无法分析 等到我忙完回头 你已经不愿再提起这件事了 我跟马走日 也不是你想的那样 柳如烟一个女人 在我的房间里哭得痛彻心扉 旁边的女鬼姐姐都看不下去 看看 多深情的女人了 要不然你就回火了 我冷哼一声 姐姐 你见过鳄鱼的眼泪吗 我自杀的第七天 头七 柳如烟不愿意给我举办葬子 女鬼姐姐说 只是因为柳如烟不愿意 接受你死去的事实 我呸了一句 把懒得办葬礼说得那么好听 葬礼虽然没办 但我父母找上门哭丧来了 他们没去停尸房哭 而是跑到柳如烟跟前哭 大年三十还把我赶出家门的客户父母 此刻哭得比谁都伤心 我们这个儿子 从小就懂事 我们也尽我们所能给他最好的 可他还没毕业就跟刘总女结了婚 都没来得及孝敬我 现在又去世了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承受 我妈给我爸使了个眼色 我爸立马哭道 我们养大这个儿子不容易 现在他去世了 我们后半辈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之前都好好的 性格一直很坚强 可却在跟您离婚之后 突然自杀 我想他自杀都是因为刘总女 我在旁边翻了个白眼 这话说得好像他们对我多好一样 这算盘 打得我在樱桃地府都听得到了 柳如烟的助理都看不下去 道 你们说这么多 无非就是想要补偿呗 我妈的音量拔高了一度 所要赔偿不应该吗 助理想还嘴 柳如烟却冷笑一声道 补偿是应该的 谁欠谁的都要还清楚 我以为柳如烟说的 是要给我父母一笔补偿费 让他们别来闹 可当天晚上 柳如烟却吩咐助理 把给部家的投资都撤出来吧 第二天也就是初八 马走日回国的日子 但柳如烟却没有按照约定的那样去接马走 他待在书房里 看我的日记 还拿我的手机到处翻看 好丢人 我好想去死 不对 我已经死了 我的微信朋友圈里 有很多条紧自己可见的朋友圈 都是这些年 我快要熬不下去的时候发的 太多 我就懒得删 现在被柳如烟一条条翻出来 真的很射死 柳如烟慢慢翻着 眼眶再次泛红 我盘腿坐在他的书桌上 唏了一声 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轻贱 晚上的时候 马走日拖着行李箱回到了柳如烟这 他一进门就开始撒娇 柳如烟 你怎么没去接人家 柳如烟站在二楼楼梯口 目光冷冷地看着马走日 很好 这都是他以前看我的眼神 马走日也注意到柳如烟的一样 甜蜜的笑容脸了脸 柳烟 你怎么了 柳如烟从二楼楼梯走下来 也不顾助理还在救头 马走日 我一直都有跟你说 我们已经不可能了吧 马走日的表情里面 也许是觉得助理还在 比较难堪 柳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柳如烟道 是 之前我是喜欢过你 可你拒绝了我 我也猜出了原因 那个时候我不起出事 柳氏落寞 配不上你这个大公子 后面我的确是对你还有念想 可我们只是朋友 你有困难找我 我会尽我所能去帮你 外界把我们的事情 传得那么沸沸扬扬 我顾及你的脸面 没有去澄清 可为什么你会越发得寸进尺呢 你怎么有脸给顾无烟 发那封邮件呢 马走日的脸色都变了 他慌了神 开始给自己解释 可是 可你不是说你不喜欢顾无烟的吗 我喜不喜欢他 跟你都没关系 柳如烟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我跟你说我不喜欢顾无烟 也是三年前的事情 我跟顾无烟没有感情就结了婚 因为是我母亲的安排 我拒绝不了 所以我一开始没办法接受他 也因为这样 借着工作之游出国逃避 可我世人 五年的相处 我就算是冰块也会被融化柳如烟道 只是我不善言辞 也一直被该死的面子禁锢 一直不敢正视自己的心 才导致了这个局面 女鬼姐姐靠在我肩头看热闹 哇 她在表白烟 我反驳 表白值几个钱 柳如烟又道 顾无烟是我的丈夫 我可以因为感情不合而跟她离婚 柳如烟一直都是喜欢马走日的 突然知道这些 我没办法消化 所以我选择了躲避 柳如烟最近都待在我的公寓里 我只能跟女鬼姐姐去到她在天台的家 我只想这三十天快一点过去 好让白无常把我给勾走 我自杀的第十一天 女鬼姐姐过来告诉我 柳如烟找人把一个女的给打了一顿 还动用关系把那个女人搞破场 我问她怎么知道的 女鬼姐姐说 我在她床底听到的 不愧是女鬼姐姐 吃瓜都在第一线 我飘到柳如烟的办公室 看到柳如烟的助理正在整理资料 她一边整理一边吐槽 这个女人也是倒霉 谁让你动了我们总裁仗子呢 虽然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但是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了 我飘过去看了一眼那个资料 上面的人是我哥哥之前的那个女朋友 我只是在日记里提到19岁的时候 差点被哥哥的女朋友给侵犯了 没想到柳如烟今天就帮我报仇了 我撇撇 柳如烟还算是有些用 女鬼姐姐说 柳如烟为了我 不惜跟我家里人闹烦 还动用关系搞垮了我妹妹的公司 只因为无意中听到我妹妹说我是个赔钱 女鬼姐姐说 柳如烟不再给我家里任何资助 我父母跟松了一样 每天跑到柳如烟的公司去闹 最后被柳如烟报警抓走了 女鬼姐姐说 我哥哥老婆家里的生意 之前也是仰仗柳如烟的照顾 现在柳如烟撤资之后 资金链直接断了 我哥哥就想色诱柳如烟 结果被柳如烟赶了出来 还被嘲讽 你连你弟弟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 就连我日记里提到的 我实习的时候一直针对我的那个富二代 柳如烟都去截胡了他家的声音 可以说 我日记里提到的所有对我不好的 能找得到的 柳如烟都找出来报复了一顿 我还是那句话 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轻贱 我罪都受了 现在报仇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柳如烟还是在我的公寓里留宿 让我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于是我对女鬼姐姐说 你能不能给我写点东西 给柳如烟留言 女鬼姐姐被柳如烟做的这些事情圈粉了 觉得我也被感动了 她说等于是有误气的时候 可以写在镜子上 女鬼姐姐很激动 你要写什么 要表白一下吗 或跟她说 你还有十几天就可以还魂了 让她等等你 我没办法写太多字 你挑着写 我却摇摇头 不用写太多 就写四个字就好了 哪四个字 等我还魂 还是我也爱你 我笑 且滚出我家 柳如烟洗完澡之后 看着镜子上滚出我家四个大字 她风味一样在屋子里喊了一夜我的名 我听着心烦 跑去江边看人家夜掉去了 女鬼姐姐说我铁石心肠 柳如烟都做了这么多了 我还是不能原谅她 我说 铁石心肠都是练出来的 白练成钢你知道吗 女鬼姐姐还是热衷 给我带来柳如烟的各种消息 我就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想着三十天一到 就麻溜走了 结果那天女鬼姐姐跟我说 柳如烟想殉情 吻了一大瓶安眠药 好在背就回来了 我的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还想笑 死就死呗 有什么了不起的 跟谁死不起一样 女鬼姐姐角度刁钻 可是你想过没有 柳如烟死了的话 她变成鬼 就能来找你了 我当即跑到医院 给还在昏迷气的柳如烟托梦 我出现在她的梦里 她红着眼眶就要上来抱我 吻烟 你不要走 我伸手做了个SOT的动作 离我原点 跟谁俩呢 没名没分 禁止对我动手动脚 柳如烟愣愣在原地 对目前的状况还有些猛力 我是死了吗 你没死我说 你千万别死 为什么让我别死 你却自己偷偷死掉了吗 我哼了一声 因为我不想看见你 所以我死了 你不能死 柳如烟自嘲地笑了笑 是啊 你该是恨我呢 我一直都在忽视你 一直没顾及你的感受 我说 你知道就好 我不善言辞 性格别扭 我之前一直以为 我喜欢的人是马斗人 心里装着别人 却跟你结婚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自己 所以在这段婚姻开始的时候 我一直都在逃避 后来当我妈妈去世了 家里只剩下你和我 我因为妈妈去世 情绪低落 是你一直在照顾我 深夜送来的热牛奶 不管我回去多晚家里 还亮着灯 多少次你等我等的 在沙发上睡着了 可饭菜还是热的 或许我早就心动了 可我总是不敢正视这些事情 当你跟我提离婚 说没有感情了 我才开始感到害怕 因为之前有婚姻的病 我觉得你不会离开我 所以就不去珍惜 可当你那么坚定 跟我提出离婚 我才开始感到害怕 在婚姻冷静期的时候 我也曾克制自己 想着这本就不是一桩 善事的婚姻 那如果真的没感情了 我放你走也许 才是好的选择 可我喝醉之后 还是忍不住去找了你 我本想着 就算是离婚了 我之后还是可以把你追回来 你觉得婚姻是你的枷锁 那我等你准备好了 你再回到我身边 因为我的混蛋行为 死在了除夕夜 你那么怕冷 泡在那么冷的浴缸里 就离开了我 无言 我一直不敢正视我的感情 等你离开了我 我才后知后觉 我已经对你动了心 无言 对不起 我看着曾经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哭着跪在我的面前 说不动容那是假的 我的内心酸涩 一字微酸 柳如烟 我也曾把你当成过我的救赎 我对他道 我以为从那个地狱一般的家庭走出来 被你组成新的家庭 我不会再遇到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可我以为的救赎 其实却是更彻底的深渊 你说你对我动了心 可在这五年里 我从未感受到你带来的爱 柳如烟跪在地上 他变得那么卑微 我可以弥补 我可以弥补的 我笑出声 没办法弥补了 我已经死掉了 所以你要好好活着 带着对我的愧疚活下去 是你唯一能做的弥补我的事情 不等他开口 我就继续道 你妈妈对我很好 他也很爱你 所以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 因为他会难过 本来我可以还魂 但我拒绝了 因为我觉得哪怕之前的种种是误会 可伤害已经造成了 再弥补也无济于事 我呀 已经不需要你的爱了 我自杀的第三十天 白无常回来了 他拿着命搏 扫了我身边的女鬼姐姐 露出头疼的表情 你说你 跳楼都那么久了 还不去投胎 女鬼姐姐却道 做个孤魂野鬼多潇洒呀 其实我知道 女鬼姐姐的怨念太深 所以没办法投胎 训完女鬼姐姐之后 白无常看向我 三十天期限到了 你的决定是什么 女鬼姐姐在旁边插话 肯定是还魂呀 小说里的追赋火葬场都是这样的 还魂之后 跟女总裁在一起 故事happy ending 我苦笑一声 姐姐 可生活不是小说呀 破镜是没办法重圆的 白无常眸子一动 所以你的决定是 我释然一笑 当然是投胎了 这辈子已经被我过得乱七八糟了 我想重开一局 白无常也是见过大事件的人 倒是没有再多问什么 旁边的女鬼姐姐一脸惋惜 被白无常白了一眼 别一天天看那些傻白天小说 你个死恋爱闹 你男人不会再来找你了 你快点给我投胎去吧 我跟女鬼姐姐到了别 跟着白无常进了轮回 白无常对我说 真的不后悔 我说 是啊 我用整整二十七年来证明 我这一身过得毫无意义 难得可以解脱了 我为什么要后悔呢 白无常在命国里 把我的一个花鸟 对我笑得和许 那下辈子 祝你有个充满爱的家庭 也有一个爱你的恋人 我苦思地笑笑 希望如此吧 如果我配得上的话 你配得上吧 白无常说 你是个好小伙 那再见了 白无常站在轮回到前 看着我远去 此生 我已经了无牵挂了